立刻就成了恶棍叮烧的目标 姐妹两遇到这突如其来的危机 必须要同心协力对付恶棍 没想到他们要应付的还不止恶棍 有日警方寻现追查到两姐妹 持有这个犯罪电脑芯片 误以为两姐妹可能和黑社会有关联 结果两姐妹还要应付警方的追捕 虽然姐妹俩到纽约的旅程充满惊险 不过经过一连串危机的考验后 原本对彼此互看不顺眼的姐妹 想法逐渐改变 取而代之的是家人间的亲情 扮演这对双生姐妹的 是90年代以家庭电视剧 红极一时的欧森姐妹 现在两人成了青春少女 外形出众 但演技却没有任何突破 两人在片中的一举一动 一评一笑 极尽做作之能事 让不少影评界和观众感觉不忍促度 此外本片针对非洲裔和亚裔的搞笑剧情 也引来观众批评 认为有种族歧视之嫌 双胞胎姐妹的纽约之旅虽然惊险 不过这只是电影而已 对于高空特技跳伞专家特罗伊来说 从一万米高空跳下来的经历 才更加的真实 更加惊心动魄 让我们来看看 美国万花筒特约记者国福 从万米高空发来的采访报道 到底什么事能让塞门 一个二十郎当岁的青年 这么紧张失色呢 这是初学跳伞的人的典型反应 塞门和他的好朋友特罗伊哈特曼 在瑞士度假 塞门尝试了从悬崖跳伞的经验 穿着翅膀装的是跳伞老手特罗伊 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也许不多 但看过他的广告片的人肯定不少 特罗伊是加州人 从小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他在高中成绩很好 高中时代我一心求学 后来进入空军学校 克服了对飞行的惧怕 也打开了人生的视野 在朋友怂恿下 我第一次尝试高空跳伞 一跳之下我还蛮喜欢的 而且并不像想象中的可怕 着陆的一瞬间 我知道跳伞将是我终身的嗜好 我22岁那一年 第一次高空滑板 我使尽力量 让自己在滑板上站稳一秒钟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能站得直直的 低头看到地面 特罗伊用了五年时间苦练 终于夺得极致运动竞赛的 高空滑板金牌 乔伊是个高空摄影师 和几个世界高空滑板冠军合作过 特罗伊是个全新投入 而又有才华的跳伞运动员 他自我训练非常严格 头脑清楚 能够和他在一起工作 我感到相当幸运 把特罗伊引进高地跳伞活动的 竟然是这个美丽的女郎 她叫苏 特罗伊的骨头断过很多次 以后也免不了 我看过他千军一发的镜头 也许他有九条命吧 他实在是个很幸运的家伙 特罗伊的技术高 运气好 并不表示他不怕 站在高处边缘 我的膝盖直打颤 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只想赶快跳下去 这是低潮 但就在15秒钟以后 你着陆了 一股热流冲上脑门 你会无比兴奋 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办到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从最低潮到最高潮 难怪会让人上瘾 梅勒利和特罗伊 相识已经三年 每当他出去冒险表演 我会想到 他有可能一去不回 我会担心 但我也知道 这是他的人生 他的爱好 我永远也不会劝阻他 在很多方面 他还保存了赤子之心 喜欢尝试不同的事物 要把生命发挥到极致 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 他做好了 还要做得更好 去年特罗伊在瑞士巨断一棵树 取回树顶的降落伞 还把树干拖回去 留下令人难忘的镜头 他不拘据小节 不担心出自己的洋相 喜欢为别人找乐子 是他的天性 我们这个圈子的朋友 彼此见面的机会不多 所以我每次坐十几个钟头的飞机 到海外参加比赛 对彼此相聚的时光都倍感珍惜 跳伞的时间一次只有几十秒 但将来能否见面 没有人知道 我再累也觉得值得 一个这么乐观风趣的青年 为什么会对欢乐苦短 人生无常 有这么深的感触呢 我的朋友大约每年有一个 死于跳伞运动 这说明了危险性 就像早春的花朵 灿烂续丽而又短暂 在蓝天大地和海洋之间 年轻人不断向极限挑战 今天几乎所有的行业 都在利用科技来改善自己的产品 特别是摄影行业 数码相机和可以照相的电话手机 越来越流行了 不过也有一些人觉得 科技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他们宁愿用简陋的相机来创作 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为什么 何阳玉是摄影界一个跨国界艺术运动的成员之一 我觉得如果我能抓住 我认为有意思的那一个瞬间 那就是一幅好的照片 何阳玉是乐模摄影协会香港分会的会员 乐模指的是原产于苏联的小相机 乐模摄影就是用这种简单相机进行的即兴摄影 何阳玉不仅喜欢这种相机的简单 还喜欢乐模摄影的原则 那就是摄影应该是有趣好玩的活动 我觉得这是让那些不熟悉摄影的人 学习摄影的一种简单方法 乐模摄影协会亚洲部会长 阿诺德·卡斯特尔说 乐模有吸引力 部分原因是由于其他相机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关于摄影的方方面面都变得很机械了 就像这些相机一样 有这么多的功能 再看看数码相机 他们坚持画面要有几百万的像素 用相机越来越难了 完全失去了它的趣味 乐模协会试图找回摄影的乐趣 透过组织活动和聚会招募新会员 这次展览的照片 是要宣扬一些有所谓缺陷的照片 同样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像相机暗盒里的底片意外露光后拍的照片 这反映了他们的原则 面试传统打破规则 但是乐模协会同时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大型组织 他们运用深思熟虑的市场策略 使年轻人通过将纳相当于一架相机的会费 感觉自己像艺术家 叛逆者和一个专门俱乐部的成员 我把相机当成一个玩具 一个很贵重的大玩具 甚至连香港专业摄影师中心的主席周润申都认为 因为相机要价过高 市场有操纵性 所以乐模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艺术活动 这可能是这个时期的一种宣言 人们像没有未来一样的对现实做出反应 只要拍 不用想 不要自找麻烦 像何阳玉一样的专业摄影师 并没有受外界宣传